90 後青年全新任務決戰消費陷阱 被人騙?買錯假火?貨不對版? 那就要叫我們 90 後翻牆大作戰 K.O. 消費陷阱 K.O. 消費陷阱 回到最新一集90 後翻牆大作戰 今天的節目就有我大王在 不過阿雞真的還沒空去 他好像都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叫他這個星期先休息一下 還有我跟阿易其實也有一個題目想聊一下 所以今天又找回我的朋友阿易上來 大家好 上次那一集好像D100已經放回Youtube 應該有些朋友看到你 你上了其他台吹水 這樣也有 這個看看是怎樣 朋友有沒有什麼 feedback 叫他們隨便在我們的影片留言都可以 也好 各位聽眾還記得收聽我們的節目之餘 也可以上去我的Facebook專頁 就like我們的Page 有什麼可以PM給我們 或者留言給我們 聊什麼都可以 那麼我們節目有時候有些 叫做生活趣味的東西 一些網絡趣味 或者一些消費貼士 或者提防消費陷阱的東西 都可以討論到 可以說是 但是我和阿易始終大家 喜好上來都很接近 很接近 很接近 可以去看電影 看動漫 或者收藏一些不同的 玩具 玩具精品 或者CD書 也有 基本上我們這些 可以說這個房子 是非常牙慰的人 什麼都會有些嗜好 總之你不要給我房子 一有房子就堆 遇到全部都是黑夜 我記得你好像自己 現在你的房子都開始 不斷在團職 團職 那些紅白藍 字皮箱 一個二個都放在那裡 是 我這一陣子都很關注收藏的東西 但是 叫做 在我們平時 聊天的一些地方 群組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早一個星期不夠 基本上很多人都在那裡 聊一個 可以說是電視節目而來的 一個 怎麼說 一個事件 我用到事件 用到事件這個字 用到事件 因為它延伸了很多東西 是到了網絡層面上 那或者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事先 可能有些聽眾 其實你也猜到 話說 大家都知道TBB TBB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 不同的節目 不同的節目 有時候 有些會說兩性關係 諸如此類 那些 但是近來就開始 又做了一些節目 是說所謂 執屋 執屋 大翻身那類 即是這個節目是 執屋為主 翻身還是 好像以前 Dukia 那些 突約 然後找一個人幫你 重新組裝過 什麼室什麼都有辦法 那些 其實這類節目 我覺得在不同地方的電視 廣播 都叫做長清節目 也是的 即使那時候 就算TBB 另一台 什麼J-True 都曾經是買外國的這類片 那些簡直是教你自己砌床 自己噴油 噴牆 那些更誇張 因為外國始終 人人都是靠自己 即是 他們那些所謂的家品店 是大到 幾個貨倉組裝在一起 然後你自己去收拾 對 因為那些 怎麼說 經常叫人做就很貴 很貴的 裝部冷氣機 你知道多少錢嗎 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我在日本 我問老闆 我說 我房間裝的冷氣 要多少錢 然後他說 人工貴過你買冷氣 噢 所以裝修師傅 應該一做就做完整間屋 整理了 應該就是 慣常 那些小東西就要自己搞定 是啊 那你會說 很多其他地方 就是節目都會這樣做 那時候我啟過有一些 J-True播的 外國的 那些 即是用回 某些字眼形容去 真的都很隨便的 可以說 即是那些 那些就 那些就 那些都很有趣 我看到那時候 他裝修過那些屋 那些外國人 他們 好像沒有什麼雜物 你們看鬼佬那個 還是看新加坡那個 我看過一個是外國的 外國短一點 就說說那間屋很亂 就找了設計師幫他收拾一下 再整個房子 有格調一點 有品味一點 我看過幾個地方 日本也有 然後外國也有 新加坡那個 我看過幾個地方 就好像兩組人在那裡鬥 那個 那個我也看過 但我很記得那時候 外國那個 我看過某些地方 我也覺得 不可以 我覺得好像有點 流了一些 他又不是說不行 就是格調 裝修得很漂亮 但本身我看得出那些 不是實用 那些外國人本身很奇怪 我看過他的案子 沒有什麼雜物 那些人不知為何 他早已被執走了 給他做節目 我不知道是否 但我在想你一個人 生活正常 很難沒有雜物 我想我們兩個應該是 特別多雜物那種人 我也應該不算特別多 你也不算是吧 我算是特別多的人 因為要做 有一個喜好 自己有時候做事有關係 很多不同的工具 變得很亂 我自己覺得 我認為是多雜物 但是 你看到那些 書又沒有多少本 雜誌又只有幾本 那又真的沒什麼可能 然後那些傢俬又很簡單單單 好像一群朋友上去 像別人做私房菜 多於自己家裡住 他沒什麼物約就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過一些外國的人 好像是屋子在上面 然後好像地牢 每戶都會有一個倉 有些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類 但看過又不像 他又沒有說過 應該不是 那些集合非常少 變成設計師 把舊的沒有那麼漂亮的傢俬 全部清掉 然後再去買一些好像很漂亮的傢俬 但我那數目也覺得很 很慘手 很漂亮 但我真的家裡在這裡用 我真的怕水杯擺斜掉 那些桌子 那樣 他把屋子弄得很漂亮 有些有雜物的位置 他們最喜歡就是整塊布 一下擋掉 這樣就叫設計嗎 那位置看去 有一塊很優雅的靚布 然後要做事的時候 拔開才看到很亂的電腦桌 OK 即是應用我們亞洲人的一句言語 眼不見為乾淨 對 他exactly就是用了我們這些華人絲 我覺得最好笑就是他們 那邊那時候就說那些牆一沒東西 就不斷用這些貼紙貼上去 要貼到牆好像很有花紋 很花紋的 他們喜歡花的東西 應該是 我有情調 但某個時刻我真的覺得好像西餐廳一樣 所以我是說一般的 但我看日本那些就很好看 簡約一點的 日本比較 他那時候做木建築 很簡約 還有我看過當然那些的程度不同 因為那些就是整個屋子 由頭再整過了 那些設計師是跟那些家人談好 知道他有老人家 然後就特意在那些屋子做的 那些老人家會輕鬆一點 不用說要上樓梯下樓梯 甚至下樓梯做的那些樓梯很容易走 會有這些很貼心的東西 日本人建屋是比較貼心一點 因為始終他們是一間屋子 有機會兩三代人都住在那裡 而且他們的價錢也不是很便宜 當然那些去建整個屋子當然是不同 你說那一位那條柱很慘手 整條柱剁掉再建那裡也可以 我們看那種不同 然後你說新加坡那些 都是買傢俬為主 那些其實整個節目就不合格 我當然是娛樂節目 差不多好像以前那些拆屋節目 我覺得他們那些是家屋很大 只有四面牆 然後整完都只有四面牆 都不知道有些什麼 叫做有些傢俬在那裡 他的節目裡面是有限設計的 即是你要這個預算以內 收拾多少東西 可能他的房子太大 你根本不夠預算整個房子 你又沒有幫他 搭一些便宜的那些 你沒有說不夠人坐人買 摺椅子回來又不行 索性不整 有節目上的限制 而且我覺得那個節目 應該是娛樂為主 應該是 因為他需要玩兩隊鬥來鬥去的那些 那些 但是說回香港那個 香港那個就是 我先用得意的字 說就是幫人收拾房子 回新加坡那樣 但他引來多少 我猜應該都是他的慣常手段 即是節目製造一些社會的輿論 對 輿論 變了讓多些人留意他的節目 或者 forward 他的節目 討論他的節目 嚴格來說 我們兩個還要去算 因為我有份說 平常都不怎麼看 但是這次真的 有些時候我們都談了一份 其實都算是要去算 算不算是要去算 我覺得算了 我覺得我們已經算了 但是接著 他的節目就叫做有不同集數 有些集數已經開始 好像還沒到最多人討論那一集 已經很多人在網上說來講去 就說去裝修 就說要現在有一個自興 叫什麼 斷捨離 就好像說他的節目裏面 就不斷鼓吹 斷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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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好像有看到的新聞 有採訪 我不肯定是否100% 但是應該是真的 好像有採訪類似屋主那些 都說好像做了幾做 就發現好像有點不對勁 不斷鼓吹 我只是扔東西 他好像不斷說斷捨離 但是有一點點亂扔 又扔不是又扔 好像那些東西不是自己的 我扔完之後做完節目就可以 有種感覺 屋主有這個feedback 就是我看某些報道這樣說 但是接著 這個就應該很好笑 因為斷捨離做很多東西之後 就幫他家屋重新裝修 很有格調 但是就幫他裝了一個什麼呢 裝了一個綠頭 對 而且還有很多玫瑰花在牆上 接著 然後有很多玫瑰花 一進去 那一刻屋是有個類似圓關的位置 一進來 經過了圓關 進到大廳那裡 首先他左手邊那牆牆已經 有一隻滷頭 有個滷頭 然後之後有 其實應該要炒過去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放一個滷頭 還有我晚上 有很多網民都有同一個反思 有同一個批判的就是 當我晚上去廁所 我朦朧之間 或者我當我聽說我睡著了 然後我要趕回床 去回房間 就是好像經常聽說他在做事 或者看電視那一份 一趕回床走過去 不能撞到東西 一看他 有隻綠頭 有個死綠在他對著我 你給我就真的嚇死了 真的 隨時媽媽出聲 夜媽媽就嚇死了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應該說說生活 大家也叫做 找吃姦蘭的生活窩區 你還放一個綠頭 撞了我 各位做什麼 而我家屋不夠窄 真的很古怪 然後桌子椅子椅子椅子 全部鋪毛毛 都不知道做什麼 他好像做得很多架調 很有某種架調 他聽說你明白的就自己明白 不明白就繼續不要明白 這句我真的不解釋 當然大家明白的就有一座一座的 那些樓樓那些 但說回那些毛毛也算了 但有些所謂的燈那些 他們弄個燈膽再弄一炸紙還是什麼粒在外面 就說好像漂亮一點 其實我自己是很騰雞的那些人 我很怕燈太熱會不會熱到那些東西 熟透了 我不知道那些會不會 因為我經常燈膽很熱 我經常電器 燈的東西我自己處理都很小心 因為以前你也會拍攝過的東西 燈要燃起來真的很熱 要Demodeling 然後你有時候自己 裝燈拆燈有時候也要戴手套 或者甚至你自己設置家裡的燈 拍攝燈 有時候避免你也不會把異容的東西放近一點 但你把毛毛球的東西在上面 我真的很害怕 那些我看見都三殼眼淚流流汗 然後不知道還有些什麼 就是在天花板上弄燈的燒烤架 好像是 這麼誇張嗎 有些人形容是燒烤架 我看過照片 但我看到之後 我是屋主應該會叫他馬上拆下來的 你多賺光管上去算吧 不如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燒烤架 就是因為他整個鐵架還是怎樣設置了上去 然後有些有花花紋 捆在上面 很古怪的 我想大家有時候有些漂亮的東西 我自己在外國的裝修的時候 有些感覺 他做了很多好像很漂亮 有些毛毛的東西 我看那一刻就這樣 先不說用愛機 馬上自然說會不會好像很孝 其次是大家有抹過屋子的 你看到有毛毛的東西 這樣放在一個廳裡 你想起抹屋子的時候 一噴下去 沉上去那一刻的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也不用抹了 整個撕了去丟 但是那些叫傢伙的東西 他不願意積氣 有些很毛毛的東西 你要抹那一刻 我想起清潔的部分 我已經怕了 譬如你貼在桌子上 你不是用魔術貼去貼 我想我會把整張桌子丟掉 你貼魔術貼我都可以撕出來去洗 但是如果... 真是我想起那個恐怖 我平時吃東西的時候 弄得很糟 對 很麻煩 有模式來說 你想想我拿一個披薩回來 可能我一個盒子一放在這裡 不小心披薩出來 就要一個三個人印在我身上 不要說披薩出來 你就這樣把盒子放上去 那些油也滲出來 你的模式都吸收了油 其實長久以來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有時候 雖然我不是什麼室內設計師那些 又不是專家 但是你以為一個普通市民生活 有時候真是若干你弄的東西 就像我自己有時候和朋友的工作室 那時候要自己弄的東西 我之前我有談過問題 那時候我談說 我的工作室很小的地方 但是地板真的是有點難的 你上過我那一件是有點難的地板 但地板是油上手 用得不漂亮 有些黑色印在這裡 但實際上又不影響會卡 反而清潔方面 因為它是油的 反而我自己一掃 一掃就很容易掉 那時候跟朋友有討論過 我們是否下地毯呢 一想起一條數 其實整地毯不是很貴 如果你找到地方買 或者給一次 鋪完地毯 可能地板真的漂亮很多 但那時候大家再談 我想了問題 有地毯 塵一吃下去 然後就很噁心 很噁心 或者麻煩 而且我還沒計算吸那一刻 隨時吸塵機都吸不完 是啊 我以前 你也知道 大王也知道我以前 鋪完樂隊的 我們一定要鋪地毯的 你一定要 因為多工具 免得花花 然後又要付錢 還有地毯又可以隔音方面 有一點幫忙 地毯呢 你幾乎每兩天就要開吸塵機吸 你沒有吸塵機 你走進去 你的腳一踩 真的會噁噁噁噁噁噁 還有鼻子真的會有反應 哇 幸好我沒有弄 香港這個地方 大部分人都有的都市病就是鼻敏感 因為我們四五個人走進去 一踩就不斷喪打蝉打一輪 打完一輪黑痴才可以打蝉 是啊 所以你說很麻煩 特別是我們這些公廈或者外面租的 很多工作室那些 是更麻煩的 還有就是半商業區 我看過某些地方 我上過某些地方 可能都是用地毯 始終多人出入做事的地方 那些塵就賤打了 一地毯那些 一沒有吸塵就很麻煩 還有我們工作室也有窗 你一有窗有窗 入塵入得很快 還有外面的馬路 那些蛇人整路 基本上你逃避不到的 所以最好就不要用地毯 結果我們那時候就說不要搞地毯了 我想到地毯底 還會不會有機會積了一些東西 我應該很恐怖 因為想到地毯去吸塵 我又不想搞 到現在那個位置 就是油油地 有點懶懶的 但叫做一些塵 某些時刻 因為這些地毯在災 那些塵多數會向邊移動 因為你一個人一邊走去 慢慢吹到那些塵去邊 然後我拖地也很少 但那時候我真的少了 就用吸塵去吸塵去邊位 已經清掉那些塵 回到外面就想說地毯可能比較難搞 但地毯你叫做 直接你預計了腳踩的東西 我預計了多一層 但你說到一些 可能是我的桌子 茶凌那些滿了毛毛的東西 我看都想清潔我已經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好像某廣告那樣 很害怕 你不會想 怎麼清潔 你是想 根本清不了 你除非天天擦 但其實也沒什麼時間 很難做 但這個叫做初開的案子 後面的案子好像都 裝修應該是 我想剛才你有一些 可能講到第二個案子 可能已經去到 然後第二個案子 就是上網很多人討論的 那個節目的案子 我忘記到第二個案子的時候 是後幾個 總之是之後的案子 不是開樓的案子 不是第二個 所以應該是後幾個 後幾個的 就很多人上網談 因為有句話 好像是身分夫婦 身分夫婦 然後去裝修 然後去裝修 到最後出來的成果 整間屋 很多位置 就變成 剛才我和易公都說 看到已經害怕那些 不知道怎麼清潔的 那些毛毛 很滿實 他整張梳化都是長毛 然後好像茶几 還是電視櫃 那些 整個毛在那裡 嘩 我是很鼻敏感的人 我也不行 我猜一進去 如果他兩天沒有抹 應該馬上狂打一次 你動不了那些毛就沒事了 你動就 你拿著一杯可樂 一放一個可樂 一聲音 已經擠上來 嘩 那些毛毛很害怕 不行了 但接著有些網民 就發現 他的窗簾 那幾個 我經常講的字 幾amazing 真的 窗簾的顏色 都效得出 汁的顏色 很桃紅 即是桃紅 鮮桃紅 即是他不是shocking pink 他是孝婆粉 孝婆粉 即是買水果 見這隻顏色 就肯定OK 但是 你用孝婆粉 在家裡 大家就覺得 好像孝了一些 接著有些人還說笑 看過藍湖煮入屋 好像神情古怪 然後再有些網民 就發現 不是 裝修前 在場角好像有一季 有一個季 應該是屬於一位 男士的Display季 對 一些公仔 一些珍藏 模型 玩具 珍藏 你知道Display季 對那個男士來說 在家裡可以說是 他的姓域 可以說是 他的姓地 就是 唯一能夠守住的地方 無論如何都要守住的地方 很多人說笑 都不是說笑 是認真 因為在新年的時候 那些人就想盡辦法 近來我們喜歡 有些模型收藏的那些 一到新年 大家的Display季 就要想到 攻防戰要防守 守城手探 守住那座 很難的 那時候台灣有些網友 直接買一些地盤的欄杆 用欄杆封了它 等親戚買不到它 幸好我沒有親戚敗年 有我應該要鎖住 拿走鑰匙 變成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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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是那些男士的姓名 但是 在裝修之後 有人發覺 咦? 那張照片 沒有了 那櫃去了哪裡 有些人初時就發現 咦? 好像不見了那櫃 然後 就變成了很多的網民在這裏說 有些可能 閒談吹水的群組也說 有些純粹喜歡說一下 養性關係的 頁面也在這裏說這些 然後 我們那些 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字眼叫做 窄小小的 喜歡留意收藏品的群組 就整班男士妹妹說 哇 惡夢啊 我的櫃沒有了 大家很代入了下去 代入了一個情景就是 有一天我回家 我已經結婚了 或者是女朋友 一開門 或者是媽媽也好 一開門 回去 發現今天這家屋 為什麼這麼 什麼 這麼 與眾不同 突然間好像很寬敞 然後看著 咦? 我的櫃呢? 我的模型呢? 我的抽星刺呢? 他們去了哪裡? 這邊都慘了 大家想到這個情況 已經有一些眼淚在心裡流的感覺 很多網民立刻 一群人在討論這件事 很多人都說 沒有搞錯 把櫃下櫃走 初時 都有一些人都在想 不是的 可能放了櫃進房子 未必不見 但之後 再有一些網民 就繼續細走下去 发覺其實是那塊窗簾布 很神奇的那塊 遮住了 即是拍攝時不喜歡的櫃子就用窗簽遮住 因為玻璃櫃也透明有鏡 很容易反彈自己拍攝的工作 或者有時拍攝的時候很不喜歡建責物 就清潔了櫃子 又不搬走櫃子就遮住了 即是拍攝很常見 因為有人說已經看到布後面的櫃子 最初有些網民群起來說有沒有搞錯女戶主這樣對老公 叫做清潔的櫃子 又弄一弄這樣的顏色 接著那位男士也很好 男士就馬上回到一些真的講玩具的群組 就出了一個報告 說大家真的誤會了 即是我另一半 其實我很好 閒事很多玩具其實是他買給我 而且認識我的朋友 都說他經常放閃 對 經常放閃 孔著進去就說我老婆買給我的 就是他經常放閃 所以櫃子不止沒有移動 珍藏很多東西送給我 大家真的不要亂亂說我另一半 那位男士都很好 即是叫做 有抵抗 即是不是一件事有得他自己出來抵抗 他自己出來抵抗幫幫忙 其實很OK 但這件事引來很多網民長期討論 因為在網絡上是一個萬年題目來的 即是家庭相處 即是成家立室也好 即是初衛人婦那些 很多時候就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你家裡的顯示櫃櫃 你家裡的收藏品 到底你能否守得住 有時候其實是連養小動物都會有這個問題 即是貓貓狗狗 尤其是貓貓 貓最喜歡捐一些很窄的地方 你高達與高達中間的那條縫 它是死也要捐的 但一捐到就好 然後一捐到就掉落了 要不就掉落地 這些真的是萬年題目 我自己都覺得這些位置都頗難去拿捏 但是阿翼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如果有一天你另一半要清掉收藏品走 你會怎樣呢 清掉了最可以清的 即是你會怎樣清化 你會留著淚來清嗎 你是會 做戲都要的 留著淚 然後跪著玻璃 灑著血 可能在螢幕前的聽眾說 嘩 逆你弄錯了 你會這麼硬的 當然啦 要不要租個迷起倉 還要考慮的 我記得好像早一點點 我記得有一集的時候 我跟阿雞有講過的一個主題 即是那時說有一個老公 即是無緣無故晚上被老婆 把他整堆的收藏品都丟出去門口 丟出去門口 即是屋村門口是收垃圾的 整堆被他丟出去 這麼慘 真的有很多 但是那一刻被人丟出去 他又非常傷心 接著他就叫了一群真兄弟 那些真兄弟 整群真兄弟晚上過去 幫忙救了一堆貨走 然後就先幫他找地方安置 即是可能接著打他問 阿強 阿祥他出事了 可不可以你先收藏他一堆東西 放在你的寶貝身邊 行不行 可能要找一找九叔 九叔不是這樣 九叔是負責幫他頂住 然後走然後又出事了 我想你聽眾還知道 我是說哪個九叔 這個什麼大丈夫的九叔 其實實際個案 我表姐夫就是這樣 當然我表姐不是那麼變態 你講出來會不會出事 不會的他們不看 但我表姐夫就 有一天按上youtube 這個不是逆仔 你現在先按一下 你比說我還好 他們有很多足球的收藏品 有公仔有衣服 有些可能是足球書 有些可能是我們很喜歡的拉打的點 之後就沒辦法太多租倉 就是去那個租倉比較好 租倉 租倉 就在我們宿舍附近 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人一半未必會給你租倉 租倉 就是每個月多的支出 你不如把東西直接丟掉去 或者賣掉去 有些會這樣說 你表姐夫會 如果這個情況好 沒有 其實是很獨立的 你一個人的經濟 不知道嘉嘉的本來的經濟很難說 真的不知道 這個又要回到兩性相處的話題 這真的有很多人說 其實我想摘圈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這個字好像很類似 但是我想這樣說 或者這些叫摘 或者較為喜歡摘的東西 或者較為喜歡動漫的東西 或者喜歡收藏的東西 可能有些是無形大小 喜歡收藏的東西 很多時候萬年都會談到這個題目 就是 有一天如果另一半 突然間要你下令這個驅逐令 要驅逐你的貨走又怎麼辦 一場驅逐 有些是說 有些是說肉食俱焚 不是 那個女士主不用走 我走 然後抱著幾個高達 我跟她一起走 是 往直千崖我去 那些LZ袋和高達一起走 有些是這樣說 我記得有些是說 好客人 有人請他養 但多數最後都是 都是悲慘收場 那可能他們處理得不好 多數都好像很少聽 一些處理得好的案件 多數都是悲慘收場 不知道 很極端 要不就是大家好來好去 大家都走得很好 要不就是肉石俱焚 然後我又見過一些台灣網友 我們入了一些無形群組 有些他們開始用一些 即是怎麼說 他們本著的就是 我經常說笑 就是說 那些女士們見到任何款式的高達 都是叫做渣古的 是 都是機械人 有些認識了渣古的字 總之全部都叫渣古 有些人想 既然那些女士們 即是說我的老婆們 既然每個人都一見到任何的高達 都是叫做渣古的 無論這部是自由 無論這部是什麼Z 尤其是S高達都已經認他的名字 我還記得 他不認得 即是家裡無刻多了 應該是不會不知道 有些人玩了一個戰術 就說 我們避開一個時刻 讓他看到我們拿合約回家 然後合約無緣無故 家裡出現了就行了 即是走私貨 也不是說台灣 理論上那些地方 比我們更大 應該沒有那麼外眼 即是香港無刻多了一盒大洞 你就很外眼 連自己買多了幾本書 就說今天把土招逼 會不會這樣 我有些朋友 就 簡直不要合約 算了 很多走私都這樣走 他們只要那一排 那十排 一下子塞在背後就走 一下子塞在背後就走 之後就過海關 過海關這個字 我試過在模型店看模型的時候 也看到有人開模型 給了錢 拿出來 以前那間模型店也很好 以前好像不是這個 那間店鋪已經 那間店鋪是馬上開盒 然後讓人檢查一下 其實是小的 但有時候有些件 可能給多一塊 真的會 很久以前經常都會有這些事情 近年那些 QC好就少了很多 但是 那間模型店 慣常很多年 那天立刻拿卡 戒開給你檢查檢查 然後那天 那天下來 不斷看有多少塊 有沒有少到 看完之後 他拿了 立刻塞進袋 那一刻不要 然後馬上離開 那一間感覺到那一種 嗯 可能這位同志 今晚就準備去做走私工作 還有 有些又真的 覺得客戶沒有了無所謂 也有 因為有些就 為了省位 家裡沒有 有些真的想砌 還有他可能真的 好像我這些很隨便的 只是砌完一隻東西 掃了 線都不深地 就這樣動在那裡 覺得已經很漂亮了 我以前也會這樣 但現在我不是很接受 我的技術不高 但不知為何我以前很接受 自己的動員 只是一輩子 因為小時候的心態 就是七軟乘乘可以玩 也是的 但現在有時候覺得 這東西也做得挺漂亮的 但我不游漂亮 好像浪費了 很對不起這東西 所以現在慢慢轉型 有時候開始學習一下 怎樣游漂亮些 游衰了又洗了件 再找一些熟無形的朋友 救命我怎麼做好 我立刻求救 我會試過 但是說回台灣網友 我已經沒有連群組 看到的東西 他有些網友很厲害 有些方法開始 好像有一種 戰術計算 甚至好像有一些 神探福爾摩斯式的計算 要計算完 每一個步驟 要完美無下 令他的暗門入關 但他沒有想過 另一半永遠都是華生 沒有的 暫時還未見 有些《4 hour》去悲劇做 但是我曾經何時 看到一個貼文 有一個人說 哈哈 我今天想到的方法 可以另外一盒 因為早前 有些模型群組 很多人都想買一盒 大的模型 早前出的模型 是大盒的 他變成那個 想雲霸 那麼大盒 我很難入境 他就很千辛萬苦 想辦法入境 到最後 有一個方法 今天 下午 我老婆就 休息 休息 她又要上班 但又有電器要去拿 要我去電器舖拿東西 哈哈 我在想 電器好像也很大 但那個盒 應該是有位置 靜的 然後他自動呈現 下午幫他拿電器 然後就去拿電器 拿完電器之後 就去模型舖 竟然他去完模型舖 再去電器舖 總之在入屋之前 就開了一盒模型 不是開了一盒模型 開了一盒電器 塞了一盒模型 塞了一盒模型 再蓋回家 這麼容易 然後回家 可能因為老婆已經 放了工作 回家 總之他跟著 一盒電器進去 總之 最後可能說 我弄一盒電器 我設定 然後開了一盒 就把模型 放在安全的地方 然後組裝電器 然後他事後 就拍了一張照片 上網 就說 成功了 我只要戰術非常成功 然後跟一些 板友去討論 因為那些板友 是安全的 因為裡面 都是模型粉絲 有些人聽過一些例子 就說 老婆 或者女朋友 或者媽媽很聰明 不是當場折窩 就當是炸街衣 看不到 其實有時候在生活上是要的 互相遷就 我不知道這些都是傳說 是真還是假 但如果是真的 其實都算幸福 我見過一些玩具群組 甚至乎有些老婆 會經常說自己名言 就算了 玩玩具好 就去說其他東西 有些會這樣說 不過有時候 始終有時候 有些東西 越來越多數量 難怪 家裡會下令叫你什麼 也未必要說 老婆女朋友 可能甚至你家人 可能爸爸媽媽說 真的太多雜物 不如你 又不要說扔 不如你撿回去吧 有時候你自己看見 都會覺得眼淵 我這些 我不是說 我是很多雜物的人 除了一些模型玩具 還有一些書 還有很多垃圾的東西 我經常在我的房間 到某個時刻 我忍不住 我就會跟房間 叫什麼 做全面大改革 我跟房間 這麼厲害 我又未去到什麼 把所有東西都扔下來 我就不會 因為我做那一程 叫做改革 那位 我就是為了要不斷捨 我只是說 這堆模型 我儲了這麼久 我買回來 就為了儲 沒有 你現在用我扔 當然不行 然後 若干一些工序 就花了去 待會房間 可以多些儲物空間 我發覺塵架 是真的 挺好的東西 塵架是好的 塵架真的可以說 是喜歡收藏品的 這些東西的 因物 因為塵架 我發覺 我那時候 很喜歡買木架 其實是 家師舖 那些 Billy櫃 那些 那些木櫃 有很多人買回去買東西 但我發覺 那些櫃 本身木口 其實木 藥桿位置 都牙了 你有厚度 但如果你用鋼 或者金屬 就沒有那麼牙位 是啊 就是 頂部的底部 有時就差一點 就夠你塞了一盒 就是塞了一盒 而且最重要的 那些是內籠 最裡面 最裡面 有一塊板 有一塊木板 那塊木板 其實 又是這樣說 因為用那些塵架 你沒有了那塊木板 你可能把東西推進去 夠你外面又擺 那一排東西 所以我發覺塵架很重要 但塵架真的要看你怎麼組 去到 當你去過外國生活 你就明白自己組裝東西是最方便 啊 即是你那時候也有那種感覺 那時候真的有 那時候也想在房間打架 後來沒有打架 但你自己組裝東西 是真的可以量度尺去買東西 還有你想怎樣組裝就怎樣組裝 都沒有那麼多 有一個麻煩就是 你要想夠不夠位 或者會計算錯數 我最怕是計算錯數 我不會計算錯數 到你拿著把拉尺 量度住房間來量度的時候 你就不會買錯 因為我那時候想用這些 叫做什麼 家裡多雜物的人 因物的二號 一號就是這個塵架 我覺得 二號就是大膠箱 大膠箱就是把這些 碎濕濕的雜物 可以組裝下去 讓你的房間不用那麼亂 那時候我試過想計算數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失蹤 我想計算數是層架 而最低的層 我特意不做落地的火化東西 升高一點 當然我可以在底下塞兩個膠箱 我直接計算我兩個膠箱的大小 到最後我發現 我原本計算了層架的層架 就是等於我另外兩個膠箱的長度 或者叫做寬度 寬度的誠意之後 是比我這個塵架的數字短 我看著漫模一失 沒有計算數 誰知道我便計算了一個儲位 因為那個塵架的東西 可能跟你說是50cm 但你左右還有兩層柱 那個位置是你的箱 不能進去 所以你扣了幾cm的手 然後我這麼巧扣了幾cm之後 我第二個膠箱就一聲卡住 不能進去 接著我計算錯了一條數 然後我就放不到另一個膠箱進去 真的可憐 變成都有這些 也有的 沒有的 但其實塵架有時候砌又真的 如果你有時候砌到真的 很漂亮一點去回家具店買的那些 我買過有些真的挺貴的 砌一砌一砌一砌 很貴 你要砌得高 然後有時候的架 你要計算到很準的位置 砌一砌一砌其實價錢也很低 但又真的很實用 接著我試過 那時候有些小的架 我真的要學一些人跟我說 有些朋友說 你層架那些 你可能想陶記收拾好過 接著我上陶記收拾 都用不到 但砌那一砌就兩回事 發覺是香港那些 加斯埔那些 在那裡買的 真的砌得很順 但陶記那些真的砌得很順 好像下不了 接著我叫我徐仔 硬硬砌下去 用暴力硬粗力 看看你要便宜還是 工料也好 那你呢 那你自己的收納法 你自己 是不是都是用這個補 陳嘉嘉交商 我暫時是交商 在用交商 然後還有很典型的紅白藍 紅白藍我怕會弄一弄很易摘 那時候 因為我把輕的還輕的 重的還重的 然後重的放在底下 輕的放在臉上 但是你自己 這樣說 我曾經有見過那些交商 就是 在我們喜歡的維修藏品那些 有時候那些交商 在日本出了一些 有公仔 有花紋那些 那些很貴 可能有些會有個 哥斯拉的地方 在上面 那些太貴了 但那些我看真的很漂亮 如果用那些交商收納 你的房間 真的漂亮很多 還有那些交商 那些很小 小過一點 但真的很漂亮 不過真的很貴 但那些交商 你放幾隻 一比六已經爆了 可能幾個模型已經爆了 有機會都是 但其實如果你再放一些 淋審一點 再細一點的東西 真的放在長角位 就可能OK 放一下平常穿的衣服 替換衣服就OK 但是你說 放模型那些 你明白我們 有些是不會扔的 那你基本上 用不了那些箱 有時候連盒那些 可能太大 索性品提到的地方 放層架就算 但我也見過 那些問題 那時候大家 組裝層架的時候 我見過 那些收藏模型的朋友 他可能買層架砌的時候 就覺得 我砌了這麼大的層架 夠我有時間 慢慢放 我再買多些都可以 抽一聲就沒有了 抽完層架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 砌完層架就覺得 沒有這麼多的位置 現在不怕買 然後就去買層架 我有一些朋友 很喜歡買漫畫 買書 砌完層架之後 現在自己有一個層架 弄了兩個層架 擺了東西 這麼多的架 買那兩套書就不怕了 然後書又開始爆 然後放在地上 然後我們趁陳架開始就發覺 陳架側滿了 那要放在陳架側邊 然後房間又是再亂 又是再亂 是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又是大家的萬年 topic 又想跟你聊一下 你又怎麼看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你沒有這麼多位 不如收手 不要買算 你又怎麼看 你會不會收到手 我現在都收了 你收了一些嗎 以前是一出就訂 一出就訂 即是CD書 模型那些 公仔 公仔那些都會 CD基本上就不訂 但是CD做一下就有牙位 CD做一下就有牙位 打算小小的就買一排就有牙位 我曾經好像是這樣 全部一來就訂 現在不會 還有現在可能那個熱度 已經沒有以前小時候 那麼瘋狂 都會 現在習慣了等 等一隻很適合心水 都會 都會 我現在有時候是這樣 有藥光 好像我們這樣 有些心態轉移就是 有時候一些所謂的系列 即是一個玩具系列 即是新開的 可能一堆合金很大隻 反而大隻那些 有時候會覺得大隻那些很漂亮 然後看看價錢兩千多元 其實兩千多元買這隻也很划算 但是你開始就想這個問題 就是 但是我買了幾隻回去的時候 真的沒有位 你明知道他整個系列會出的 就等最喜歡那隻 我自己是這樣 現在的心態 唯有調整他這樣 都要調整心態 即是有時候你買了一些系列的 很雞勒的角色 買來幹什麼鬼 也不是很喜歡 純粹要存一套 很傻子 以前有一種 再小一點點 即是我現在不是大 但現在再小一點點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著重一些東西 是齊不齊一套 但是現在我也不敢說太多 我現在CD都不齊套 我也是 我什麼 很多東西都不齊套 因為你發覺齊套 開始越來越大就是 是另一種負擔 但是你的消費能力 是高了一點點的 但是 你發覺位置的消耗 就是比你的錢 那方面 還有到某個時刻 雖然剛才我們說 開頭很多 上網的萬年題目 就是因為 這次事件引來 大家在說 是不是應該買這麼多 是不是這間屋子 應該買這麼多 或者減少雜物 其實在某個時刻 甚至連大家喜歡買東西 喜歡存東西的朋友 都會有這種心態 當然有一部分 就完全不認同 就說 沒有理由 這些買什麼 是我的自由 是我的興趣 沒有理由 要就住就住 但是開始有一陣子 都有點近愛 就是 有時候你買得太金太多 到某個位置 別說你家裡 你可能是老婆 另一半 女朋友 你父母 會不會說你太多 都還未到這個層次 可能你自己也覺得 好像 我不是偷偷太多 好像有些問題 也是的 所以變成 已經真的 要量力而為 我現在的開始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 都開始 還有很多東西 都不敢保持 就算其他東西 有些朋友 就說 折衷 可能買碟 那些 就開始不買實體版 唷 買電子圖版 有些是買電子圖版 CD 書 但有時候 很難說 某些東西 你始終想有實體保持 但是 如果 你剛才說 表姐夫 你自己覺得租倉 那些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很OK的 因為 現在大部份 宅屆的朋友 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做的 對 一兩個朋友 好朋友的 夾粉 租大一點 可能一年 給幾千元 這樣租倉 那你起碼不用先走私 得這麼辛苦 而且你喜歡的 又可以換一下 有時候可能拿幾天回家 拿幾天回去 對 你可以換一下 而且 也能調節到一個社速的心態 不要常常是上班 上班 上班 即是有些世藝 對 即是有時候回來收窗 雖然要收窗 對 但是收窗很開心 我明明說很奇怪 喜歡收藏的朋友 其實收藏有時候很開心 很簡單 很累 但是收藏就好像很多 很可愛 而且很老實的一句就是 剛剛拿了影帝的 古老闆 也是 人家也是租過地方擺玩具 嘩 厲害 即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很多玩具很貴 他用很大隻 只不過是換回我們平民的角度 我們也是租過迷你倉 擺自己的玩具 未嘗不可 但是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 有一點點不太接受 我自己 那麼 早幾年 九龍灣那一件 也有影響 我又不是那件事 那件事之後 也有些朋友說 真的馬上沒有租窗 但是 那件事當然 大家不想 那件事 甚至那件事 也有聽過 有些朋友 就可能說 大家不喜歡組織木 就是組織木 那些 都可能一群組織木 也有 但是 我自己是 不知為何 這件事不在家裡 有些不太放心的感覺 那其實 你會不會 我又不會 因為現在的保安都做得很足 即是你倉始終為了自己當半個自己的地方 所以又不太放心 是啊 因為他 安全做得很好 你每個人進去的時候 現在簡直是 譬如你夾租一個倉 他要你登記你這個倉會有什麼人來 即是 推薦你兩個人 那別人的接受就會寫這兩個人的名字 然後又簽名養飾 然後你每次進去的時候才放你進去 簽正確的名字 你核對那一刻你的身份是這樣的才讓你進去 哦 其實到安全 又有閉路又有防火 嘩 現在他做的reception 對人才能進去 有啊 我朋友那邊是 嘩 即是如果有些第三者 拿鎖匙去幫他 他都不放行 是不行 不行 但做得這麼厲害 這樣很安全 這樣是安全 我自己聽到也覺得很安心 但那些東西好像不在家 買完東西之後不在家裡 有些奇怪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少少 但是當 真的不是那時候 你要成為土豪的大王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做 我曾幾何時都試過 有些情況 我有試過上網買某些東西的時候 遇到有些 應該都是因為家裡有小孩 所以要把某些收藏品 放出去 變位 一些玩家 都遇過的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 開始有時候會發覺 因為好像 是不是多一些 可能有時候 真的未必自己再玩 可能有時候我會轉身 給一些 會珍惜合的東西 朋友 我自己就這樣想 我自己就很少說轉賣出去 賣我就少 因為其實就是 玩具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就是 你開了盒 就不值錢的 再加上現在 大部分人玩玩具的心態就是 死都要壓你價 很變態的時候 那件事是 你開了就不值錢 就像你開車一樣 一落地就不值錢 變了其實心態已經有轉變 所以 再加上我自己玩的比較偏 大王都知道那些喜好就是 我喜歡配角 或者一些很鬥韌的角色 我不是很喜歡主角 變了那些更加沒有市場的時候 我根本買回來是給自己 都不是因為市場 所以我也不會說賣出去 因為我覺得賣的時候 價錢又開很麻煩 我猜應該會開一個 我虧到什麼的價錢 但是有時候 最怕我曾經有朋友試過 放那些賣碼出去 真的沒有地方放 放了出去 他就疑似 就發現那個人是炒家 就是見他套東西便宜 就收回自己 再炒賣去外國 他有一點點不舒服 這些如果給我 我也會不舒服 所以我也不想 有這些情況 所以我有時候 可能有些款式 我自己也未必玩 其實我回來 可能有些 放了很久 可能這些站 我真的不會砌 也未必真的存 可能我試過 有時候 有些朋友喜歡的 可能送給朋友 有時候有些朋友會這樣問我 有些朋友會這樣問我 有些朋友會這樣問我 但是我看到那些 我就說 但這款我真的不太好 我應該找一個真正 真的喜歡這隻公仔 你找一個很喜歡這隻公仔的人 叫他要的這隻公仔 就好過 我拿回來沒問題 但是 你找一個很喜歡這隻公仔的人 會這隻公仔好一點 有時候我會這樣想 也會這樣想 也會這樣想 原來沒有辦法 只可以說 但位置又越來越少 那這些 有時候可能租倉 我未必不可以 就是這樣想 但是 如果可能 有些慶眾門 可能你說 喂 我有一些收納相 有時候 可能又不喜歡擺出去 想怎樣做 那就用回我去講的招 試用收納兩寶 就是這個 陳家和交相 這兩個人真是解決不少的問題 甚至乎有些 有些現在會是 上網也好 去外面買 有些一格格格仔交相 那些格仔交相 有時候 如果你是存一些 細食物細精品那些 可以讓你整座塔 那座塔就一格格都放在那裡 如果你是喜歡 儲存公仔 那些零件都放在那裡 甚至你整個公仔進去 那一格格在那裡 就可以變成那一棟塔 你拆掉那盒酒油 好像真的省很多位置 那些收納的東西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每天再找一下 其他朋友一起量一下 有沒有什麼收納大計 我曾經有時候見過 有一些什麼 收納秘技之類的 有些是日本那裡傳過來的 很多的 日本尤其 有些真的挺有趣 有些好像是收納T恤那些 我看有些真的說可以做的 捲到某個位置 捲到某個位置 然後就塞進去 我好像很厲害 有機會看看那些 人家的收納大法 然後大家回來分享一下 或者有機會 那些很實用的 因為他們真的很小 我看到很多不同 很偏方的東西 我們再研究一下 然後回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些 真的很肉 或者我自己先試一下 我們可以 那今天我們節目時間 其實都差不多了 看看你日後 找其他題目再上來 一起聊聊天 好啊 沒問題 好啊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